中華五千年 毅便利主持 張偉國讚稿 鍾毅明編導 陳朝建立 西藝大將余錦 宇文湖等等 聯同梁朝鎮守襄陽的岳陽王蕭策 攻破江陵城 殺害梁元帝蕭役之後 梁朝政局更加混亂不堪 蕭策在江陵清帝成為西藝附庸 北齊亦發兵南侵 逼鎮守健康的梁朝大將王曾便 迎立投降北齊的征揚后蕭冤明做皇帝 向北齊清臣 但鎮守京口的陳霸仙 得滿王曾便向北齊屈服 領兵潛入健康 在城內發動兵變 誅殺王曾便 驅逐蕭冤明 迎立梁元帝王子 年方十三歲的蕭方志 即是歷史上所稱的梁敬帝 陳霸仙雖然政變成功控制健康性 而且表示繼續向北齊清臣 但王曾便的暴將 杜坎 在健康以南的吳卿二卿宣布叛變 王曾便的外生徐治暉和暴將淫若 亦勾結北齊進攻健康以西的重要據點石頭城 北齊兵乘機渡過長江 屯鑽南岸的沽屬 即是現在安徽省的當桃園 距離健康只有半日路程 王曾便的弟弟王曾智 亦都佔據吳郡 即是今天的蘇州抗拒陳霸仙 王曾便的部屬喉鎮 亦都佔據江州 雙州 即是今天的湖南省方面 梁元帝所委任的雙州次使王林 推舉梁元帝的孫 永家王蕭莊做盟主作為號召 當時蕭莊只得七歲 王林結合雙州的官吏和豪傑 聲勢浩大 有戰艦牽手士兵十萬 而且進侵江州 即是現在的江西省 和映州即是現在的湖北省東部 陳霸仙任命王林做居企將軍 開府兒童三司 但王林不服陳霸仙 希望吞併健康 因此分別向北齊和西魏尋求協助 派侄王宿寶去孽城朝公 於是北齊任命蕭莊做梁朝皇帝 王林做梁朝丞相 都督中外軍事 西魏也任命王林做大將軍長沙棍公 王林以映州武昌作為根據地威脅健康 當時長江流域的局勢大致上就是這樣 領南敏中方面 甚至江州山區更加有不少地方豪強 各地自保 因此 當時陳霸仙所控制的健康政權 毫令根本不出健康城外數百里 情況是十分險惡的 梁京低太平原年五月 北齊集結十萬大軍 由蕭鬼率領 在毛湖出發進攻健康 健康外圍的 荒山、藝塘、瓜埔、中山 甚至莫甫山、袁武湖、秦淮河 都有齊兵的中職 建康城內外戒嚴 陳霸仙親自指揮抗戰 大將侯安都、周文玉、吳明徹、沈泰、蕭摩科 和陳霸仙的侄陳倩全部領兵迎戰 启品陳都督有重要軍情送到 怎麼呢?侯將軍 北齊大軍已經到達末寧院救城 距離京師只有六十里 隨時會襲擊健康城 齊人在半年前圍攻石頭城 被我軍擊敗 想不到金花又大舉入侵 各位 切勿疏佛 堅守陣地 要絕對服從孤的號令 出名 將軍周文玉、屯駐荒山 徐道屯駐馬木 道令屯駐朱雀大橋以南 不得輕舉妄動 無論如何 不得離開陣地 出名 將軍沈泰 令三千正兵 暗中渡過長江 偷襲瓜布 首謂長江北岸 出名 將軍前名 率領水軍 到江城縣捷擊齊軍良道 出名 健康城內良識缺乏 附近鄉村有戶口流散 將軍陳善領兵到各縣徵收軍糧 盡快送返健康 出名 好 大家嚴密戒備 留意齊軍動靜 齊軍進攻胡淑縣的白城 已經被周文玉將軍和活將擊退 活將斬得敵將軍 周治揮首級 又生禽克服暮露 好 做得好 將軍沈泰 也已經佔據瓜布 老獲敵艦百餘手 好 大家繼續努力 不過陳都督 中山附近 還有元武湖西北方 已經有不少齊兵集結 看情形 他們是想包圍健康城 嗯 下令各軍屯住在福州山的高地之上 將齊兵引去帝瓦地方 請問為什麼呢 都督 雨歸就到了 江南地方每年這個時候都大雨連面 如果齊軍屯住在帝瓦地方 一定受大水困擾 對我軍大衛有利 是呀 都督真是上得周到 大家必須小心防守 都督 都督 雨落得真是大 沒錯 侯將軍 你看看山下 齊軍營地到處水浸 他們不敢再攻城 亦不敢後退 恐怕我軍衝後襲擊 再過兩三日 他們軍心換散 我軍就有機可勝 很可惜 我們缺乏軍糧 時足已經熬了幾天 怎麼可以襲擊齊軍 好 那就是阿倩去了偵襲軍糧 為甚麼為甚麼還沒回來 叔父 叔父 阿倩 阿倩 你回來了 軍糧怎樣 啟稟叔父 質疑奉命到外面 偵襲軍糧 但到處龍田荒廢 人口稀少 質疑幾經辛苦 只能收集到三千玻米 一千頭鴨 這樣也好 阿倩 你立即下令 湯鴨煮飯 每人將一半飯和鴨肉 用荷葉包好 留到明日黎明 明早食飽 立即進兵 尊明 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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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啟稟稟 齐兵已经完全被我军击退 江城 涉山 中山等地的齐军 也已经全部溃败 我军俘虏到齐军主将萧贵 以及东方老黄敬堡等大将四十六人 好 全凭各位将士用名 的确振奋人心 全令经司解除戒严 将士暂停禁酒一日 多谢都督 好 拜祭 齐人虽然已经击退 但是还有猴镇割据江州 黄霖勾结齐人控制武昌 江陵又有萧财 甘心受西魏摆布 还有各地浩杰最终自保 不受朝廷号令 要平定天下 实在不容易 叔父 侄儿一定尽力协助叔父的 阿倩 叔父的家事要靠你的了 我个儿子阿昌 当日留在江陵被西魏俘虏 到如今下落不明 阿倩 这几年来 你真是帮我不少了 叔父言重了 侄儿一定加倍勉励 陈霸仙在梁敬帝太平原年6月 即公元556年击败围攻健康的北齐十万大军之后 政权逐渐稳固 北齐的势力完全退回去长江以北 一个月之后 割据江州 即是现在江西省的侯镇归附陈霸仙 当时 陈霸仙已经接受名义上的梁朝皇帝梁敬帝 拜为宗书监 司徒 扬州刺史 都督中外军事等官职 封为二兄郡公 控制健康朝廷的军政大权 第二年 又得到领南将领欧阳矮支持 平定广州 江州 当时 陈霸仙已经拜为丞相 封陈皇 到了太平二年10月 陈霸仙废了梁敬帝 萧芳治 自己称帝 建立南朝第四个朝代 陈朝 而梁朝在经历连串动乱之后终于灭亡 梁朝由梁武帝萧显取代南齐 到梁敬帝萧芳自退位 国造一共是56年 陈霸仙建立陈朝的同一年征月 西魏丞相宇文泰病死 西魏政权由宇文泰的侄宇文户执掌 宇文户废了名义上的皇帝西魏公帝元国 改立宇文泰的子宇文国 成为大洲天王 建立历史上所称的北洲 当时宇文国只有15岁 军政大权仍然由宇文户执掌 于是 陈朝和北方的北齐、北洲三国并立 还有江陵的后梁 是北洲的附庸 陈霸仙建国之后第三年 即是永定三年夏天 陈霸仙病重 皇后张氏十分焦虑 陈霸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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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霸� 實在太辛勞 你嫁入我陳家已經幾十年 想不到我終於要離開你 陛下, 不要想那麼多, 休息一下 今天外有強敵, 朝暮眾臣 所有大將都領兵外陣 只有中陵軍盜令, 守衛健康 我怎麼放心離你而去 而且… 而且我們的酒壓槍 被先卑人挾持去關中 北周答應放他回來 但始終不肯釋放 如果陛下真的有筆測 請問誰可以繼承帝位呢? 我已經派人召林村王陳善回見項 阿善? 阿善只不過是陛下的侄, 怎麼可以呢? 沒辦法了 而且阿善追隨我多年, 立過不少功勞 也得到將士勇大 陛下 不如再派人催促北周, 釋放阿昌 恐怕…恐怕來不及了 Р номі Fen了 阿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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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公兄, 各位將軍, 皇上不幸駕崩, 為兆請各位將軍反經詩, 同心合力, 康扶國家。 臣甘尊遺詔。 微臣侯安都, 敢問皇后陛下, 先帝遺詔指定由哪位成計宗廟寫職? 先帝生辭, 經常向群臣表示, 一旦有筆測, 由臨川皇殿下成計。 今天臨川皇殿下, 以及各位公兄大將已經齊集, 為何皇后陛下遲遲不宣佈? 不是, 請皇后陛下宣佈。 各位小講說話。 微臣何德何能, 可以成計宗廟呢? 請皇后陛下令紮言明。 臨川皇說得對。 皇后陛下諸多有言, 是不是因為恆陽皇殿下? 是。 恆陽皇陳昌是先帝親生, 朕怎麼忍心將宗廟交給小宗成計? 皇后陛下, 請恕微臣大膽。 恆陽皇被北州激留多年, 北州屢次宣稱釋放, 但一直拖延, 就是等待我朝廷有大疏, 乘機利用恆陽皇, 借宣還我朝為名, 出兵干預我國, 求皇后陛下明察。 是呀。 是呀。 難道朕不理會恆陽皇嗎? 不是。 只不過是北州屢民戶故意拖延, 令我國不安逸。 皇后陛下愈希望恆陽皇還朝, 她愈不會放人, 我國今天內外交憤, 外有北州北齊威脅北方, 外有蕭賊皇臨割據抗命。 皇后陛下, 難道要虛緣軍衛, 等待恆陽皇還朝嗎? 呃, 朕…… 就算恆陽皇真是今日還朝, 她受北州威脅, 難保好像蕭賊蕭冤明一樣, 對國家不利的。 不會, 不會的。 阿昌是先帝親生。 今天國家所需要的, 是延命有為的天子。 臨村皇殿下為國立功, 天下人人信服。 各位, 我侯安都跟隨先帝由領南北上, 力盡艱辛, 目的是清除胡扣, 安定國家。 絕對不用朝廷由外人採製的。 侯安都, 你拔劍想造反嗎? 微臣不是造反, 是要擁戴臨村皇繼承大衛, 安定國家。 有誰反對, 立刻死在我檢下? 臨村皇殿下馬村。 殿下請過來。 請坐在這裡。請坐。 各位, 殿下已經就天子位。 今天就是我陳朝皇帝。 請皇后陛下交出玉璽。 好了, 拿, 玉璽。 萬歲!萬萬歲! 官方和總統審。 啟稟殿紙 lent. 江州方面有軍情送進。 怎么样 侯将军 陛下 黄林听闻先帝架崩 率领数千战艦 袭击大雷军 向武湖推进 黄林占据影州武昌多年 而且勾结北齐 是朝廷的上游大患 侯将军 齐人有什么动静呢 啟稟陛下 齐将慕容冶已经全兵江北 声称支援黄林 侯将军 自从齐人围攻健康失败之后 已经不敢轻举妄动 如果我军能够出战速决 将黄林打败 就可以解除上游威胁 长江以南可以安定 没错 陛下明见 朕希望侯将军替朕尽力 去模糊 会合江州刺史侯镇 平定黄林 陛下 黄林近年已经 沾塞人心 眉神一定可以消灭他 好 平定黄林之后 要好好对待 映州 双州的百姓 黄林军中的 士大夫和将士 要徐才录用 知道吗 遵旨 祝旨 陈武帝陈霸仙死了之后 大将侯安都和群臣 涌立陈武帝的侄 林川王陈仙 成为陈文帝 陈文帝添加元年二月 由侯安都和侯镇平定割据影州武昌多年的黄林 黄林带领梁元帝的皇孙 萧庄 投奔北齐 于是 陈朝正式统一长江以南 但经过梁朝末年大动乱之后 陈朝的版图比较梁武帝时代 宿世了很多 史书记载 陈朝范围 北不过长江 西不过三峡 但陈霸仙、陈善、宿侄 在大乱之中 能够逐渐安定长江以南 将入侵的北齐、北州军队击退 将各具各地的势力逐一消灭 多可为辛苦经营 陈文帝、陈善职位之后 北州将基留长安的陈昌 即是陈武帝、陈霸仙的独生子释放 大概是希望制造陈朝 争夺皇位的糾纷 怎知陈昌在横道长江途中 沉船浸死了 死因虽然内人尋味 但总算平息了一些无谓的争端 没多久之后 北州又释放陈文帝的包帝陈玉 陈文帝在位七年 可以说正字清明 爱文若子 死了之后 皇太子陈伯宗年少 由陈玉附政 两年之后 陈玉废了少帝陈伯宗 自立为皇帝 成为历史上所称的陈宣帝 中华五千年之陈朝建立 是由李学斌 钟伟明 林昭榮 朱万子 曾永强 陈炳球 温泉 蔡瓦角 莫家驱 林友荣等联合播演 现在经已播放完毕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